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壘上游人的情況之下 大概要 她抬腿都蠻高的 這一棒轟到游來也放下這個球 想先別人心的女朋友回不來囉 張志豪開炮了 轟不來 在延長賽時局上半 打出了一支兩分大點的全雷打 張志豪本季個人的第一 打一個正式時候 使得兄弟相對取得了4比2的領先 這支全雷打也是聯盟電號第六千 九百九十九支的 好不老 哇 張志豪打第一個球 送出了全雷打強之外 延長賽 直局了 哇 張志豪 絕對是一個 可以壓的對方 更緊張的情況 而且他打左頭手 他是佛大 一棒轟出去 這個球又是車步邊了 一直接內的安打 右外野手接到余德龍傳 二雷那邊 哇 這邊又沒有能夠接到球 一路的往左外野那邊滾 現在跑上了三雷 肩負智 負智人 撞到了三雷 一支二兩打 加上啊 右外野手傳球的失誤 現在兩出局 又被凌晨傳下來到得分大門口了 鼓了一刀 哇 減負智 怕他有受傷喔 我一路衝啊 先來看這個 張志豪的追擊 哇 那個 他那個曲球根本沒有掉下來 太高的位置都已經被掌握出去了 太高的位置都已經被掌握出去了 余德龍我們招到招了招果波了 等一下沒有機會了 哇 延長賽 彭拳雷打 特別還記得禮拜二齁 禮拜二彭正銘呢 打一支大滿貫 滿貫全雷打的時候 其實那支全雷打也是兄弟相對 本季打的第一支的全雷打 之前的兄弟相對打六場都 應該說前五場都沒有全雷打 應該說六場都沒有全雷打 然後呢 那個時候就 就有球迷說 有這個真的很厲害喔 球迷去統計喔 每一年喔 每一年球技兄弟相對打全雷打的 第一個打全雷打的人 就發現最近好像四年吧 張志豪 彭正銘 張志豪 彭正銘 然後想說明年可能又要輪到張志豪先打 這樣子 就這麼巧 就今年呢 這個算是同一年 第一支彭正銘打 第二支張志豪 而且又是在這個時刻 延長賽 哇 現在雨勢有點點加大了 加大了 對 待會兒時局的下半了 變成阿米國桃園隊 最後半局的進攻機會了 將是從第三棒的陳冠任 四棒是余德龍 五棒是林鴻鈺 也還有機會 幾支都滿大支的 哇 張志豪 職棒四年級生 過去三年的全雷打 數分別是一支 三支 三支 今年的第一支出爐了 哇 結果這邊喔 三球三陣喔 三陣掉了張明晏 張明晏今天鐵支吞了4K 不過 時局上半 兄弟相對靠制了張志豪的兩分跑 現在取得了4比2 兩分的領先 拍手